大家好,我是阿毛 今天来谈谈日本真实发生的恐怖灵异事件的学校故事吧 第七,郡山高中位于奈良县大河郡山市 提到奈良县,就会想到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 大佛河路很有名 大河郡山与鲸鱼著名 每年夏天都会举行全国捞鲸鱼比赛 26岁,奈良县郡山市的旅行社业务员H南市 在当地真实发生的灵异恐怖故事 这是他高二时期亲身经历的恐怖体验 他就读的是奈良县丽郡山高中 以下有他第一人称叙述 这所学校坐落在大河郡山城的遗址上 当时有两座校舍 分别是冠山学舍和城内学舍 要在这两座校舍之间移动 必须穿过护城河 中间有个公园种植了樱花树 并整修成步道 所以白天时很安静 有时可以看到游客游玩 我当时在冠山学舍上课 然后在城内学舍的操场上 参加课外活动 然后回家 由于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安全 课外活动通常在太阳下山前就结束了 所以我经常在这个时间回家 四月底正进行社团活动的时候 这天是我负责教导 新生禁忌规则和基本动作的日子 在快要结束时 一位新生因为太过用力 把球不慎掉进了护城河 原本是应该掉球的人去找回球 但因为他们刚加入 我决定自己去寻找 又因为时间已晚 我让其他人先离开 于是我独自留下 拿着补球网开始寻找球 但一直找不到 通常情况下我可能会放弃 但不知怎么的 那天我很执着 很想找到那颗球 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六点 四周变得一片漆黑 突然我感觉到远处有一点光亮 那不像是闪电或车头灯 而是一种柔和而温暖的光芒 仿佛是有东西在燃烧 就在那一瞬间 伴随着温暖的风 从护城河的对岸漂流过来 一颗球还带着些许水草 我捡起被水草残傲的球 用手拍掉水草 放进口袋里 然后离开了 城内校舍已经没有人了 教职员室的灯也熄灭了 我回到社团教室 把球放在那里 换好衣服后 决定放弃归还社团教室的 直接带回家 虽然这是被镜子惹 但我打算早上早点来 这样不会被发现 白天明亮的护城河旁步道 在这个时候变得阴森可怕 我快步朝着车站走去 背后传来咔咔的声音 还有像是什么重屋落水的普通声 我惊讶地低下脚步 转身看去 然而在路上除了看到一片黑暗 我无法辨识那些声音是什么 当我再次转向前方时 正好面对着一位 穿着古代衣服的老先生 我吓到了 赶快走掉 第二天 我比平常早了 大约30分起床 朝学校走去 昨天黑暗可怕的路 今天确实和平常一样宁静 当我打开社团教室的门 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昨天捡起的球上 缠住许多长法 我昨天以为那是水草 我认为那位老先生 并不是普通的人 而是昔日在这座城堡的 战役中上升的亡灵 虽然感到奇怪 但我冷静地还了钥匙 然后前往图书馆 我找到了关于 郡餐省之战的资料 这场战役发生在1615年 4月27日 就在大阪夏季 战役即将结束之际 约30名被君主通警士 抛弃的士兵 在这场战役中被杀害 接下来是第六 26岁兵库县三田寺的 保育师A女士 在当地一所中学里 发生的真实恐怖故事 同样以第一人称叙述 这是我在中学时期 亲身经历的恐怖体验 中学时期 某天过着平静普通的生活 每天都有一次打扫时间 我所属的小组 这周负责打扫女子厕所 像往常一样 我们用水浸湿地板 用刷子刷洗手间 和马桶进行清洁 正在进行中 一位同组的女生突然说 我们学校好像有幽灵出现的传闻了 我和另一位朋友 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又来了 是真的吗 女孩接着说 好像是真的 我听我的朋友说 她在厕所看到了 我们说 别开玩笑了 这里可是厕所 就在那时 重粹里面一间隔间的方向 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咚 敲门声 我们感觉到一阵寒意 瞬间凝结了空气 朋友问道 刚才是什么 有人敲门了吗 但我们都摇了摇头 那难道是 就在那时 再次从隔间的方向传来了 比刚才更大声的 咚的敲门声 我们吓得大叫 跑着出去 后来 我们向同时站在旁边 男子厕所 进行清洁的男生成员 询问 问他们是否在清洁时间 对着最里面的女子侧间敲门 但他们回答说 我们可没这么做 基本上 虽然女侧和男侧是相邻的 但之间隔了约 一至两公尺的墙 除非是特殊情况 否则很难断定 这是从男侧那边的人搞的鬼 结果这个灵异现象 依然是个谜 更多的事情 从那个谜之事件过了一段时间 夏天开始的时候 暑假到来了 中学时期 我担任崔弱乐社的社长 每天都在为长号的比赛 进行着一日付一日的练习 在音乐教室里进行敲击乐练习 在另一个教室进行长号练习 而在另一个相邻的教室 敲击乐器在进行练习的某天 突然从木管乐器部分的教室里 传来一阵像雪崩一样的声音 似乎是数十张椅子一起倒下的声音 我们急忙赶去查看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我们思考着是幻觉吗 当我们刚要结束练习回到音乐室时 正好有两个打击乐部的女生 刚好从同一层楼的厕所回来 她们一边哭泣着 一边返回音乐室 我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否一切都好 她们回答说 在厕所里 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 头发很长的女人 因为已经快到帮晚 而部员们都还在害怕 混乱中我们与指导老师商量后 决定结束当天的练习 让大家尽早离开学校 事后我们与指导老师 谈论这个在活动中 发生的灵异现象 他告诉我们一个 令人震惊的事实 那就是我们中学 是一座古老的学校 在战争时期 这里是一个目的 指导老师告诉我们 也许那时候的幽灵还没有安息 人在学校的厕所徘徊 因为我们无法进行 真正的驱邪等仪式 只能暂时在厕所里 撒上净化的眼 并不断祈祷 请安息吧 也许是我们的祈祷 起了作用 从那以后 厕所里的灵异现象 就停止了 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 第五是位于 杂谎的八条中学 八条中学在旧销车时代 就有很多惊人的故事 当时晚上 有夜巡的保全人员 这位夜间巡逻的保全 在长廊末端的理科室 有人看到夜里 有影子在那条走廊上行走 但到了白天去看 发现行走的那个人 是挂在走廊墙上的 历任校长招片里的人 而新校舍建造期间 因为原来是焚烧场和墓地 所以挖出许多人骨的故事 很有名 有传言说 那些人骨被存放在学校某处 最被认为可信的是 位于路口 左边一点点的 锅炉市正处 但没有学生真的见过 八条中学原本是火葬场 附近的丰亭公园 原本是土葬地 旁边的北方体育馆 原本是墓地 说真的 学校周围真的很可怕 我从老师那里听到 一年级四班 二年级四班 三年级四班的教室 经常出现灵异现象 我不能说我的年级 但是我在四班中 则被称为死亡教室 而体育馆的灵异现象 就更厉害了 就在今年的开学室上 当校长在讲台上讲话时 下面仓库的门 虽然是关注的 但他自己打开了 而且讲台后面的室内 也经常出现灵异现象 我还没有进去过 此外八条中学正门旁边 靠近风平公园的坡道旁的花坛中 有种植蓝色的花 目的是为了防止招来灵魂 从老师和朋友那里听说 如果摘这些花会被诅咒 然后我最害怕的事 是关于灵异照片的 我们班在体育馆舞台前拍班级照片 但在照片中 只有我的一个朋友 没有影子 最后排的人都应该有影子 在后面 我不敢告诉他 因为我怕吓到他 第四是位于工程县的旧角田 女子高校 这所高中已经废校 废弃的校舍被保留下来 现在人在使用体育馆和其他设施 这样的地方还真不少 这所学校的体育馆 曾被用作遗体暂时放置的地方 可能是在东北大地震时 那次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由于地震引发的海啸 很多人上升 他们的遗体被放置在这个体育馆 这所高中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 可以理解 突然被海啸吞噬留下强连的意念 很多使用这个体育馆的人 都说脚被抓住了 不可思议的现象 也在校园内被募集 有人募集了 穿着女高中生服装的幽灵 穿着制服死于灾害的人吗 但那位女性 可能在灾害发生之前就已经死了 也许是在学校内死去的人 可能是成为幽灵的高中生 住在这所学校 但如前所述 这所学校已经废宵 体育馆仍在使用 当然有管理人员 希望女高中生的幽灵 和那些在灾害中 死去的人都能安息 祈祷他们能平安到达天国 第三个学校 是位于冲神县的首里高中 有一个地方叫做首里 首里城就在那里 现在还有学生在那里上学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著名的灵异景点 因为首里城周围 是与怨念相关的土地 所以有许多奇怪的故事 例如城堡燃烧了三次 过去曾被模仿的大城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它位于冲神战役的战场正中心 许多人在这周的城堡周围上升 正因为如此 当地有许多灵异现象 其中最常听到的是 有关士兵的灵魂 据说这些在战争中 失去的士兵的灵魂 即使在白天 也会在学校里四处漫步 有人说 井里的水面会映出鬼魂 但后来这个井被填平了 死后厕所里只有左侧的镜子会映出幽灵 最终这些镜子都被撤出 但接着在理科室接连发生坠落事故 学校为了防止这些事故 安装了铁栅栏等措施 但这些似乎都是被水测心 此外 在体育馆募集幽灵的人数 比其他教师多 大部分都是战败武士的灵魂 通常过一会儿就会消失 然而这些落败的武士 对特定的东西感到强烈的愤怒 对于暂时使用过的武器 如弓剑部或剑道部的人 会发出强烈的怨恨 并说出无法原谅 然后消失 第二是位于广岛县的旧代町小学 这是S同学的灵异体验 48岁服务业男性 大学一年级时我做过清洁的监制 那时的灵异体验 谈到清洁这份工作有些特殊 是把建筑内积存自来水 所谓的除水槽的水排控 然后进行内部清洁和消毒 这是一位50多岁的老板 一个人经营的公司 但大型案件来的时候 会临时雇用体力充沛的学生来做监制 我是通过夏季限定的两周的招聘 得到这份工作 工作内容是 每天和老板两人一起去室内的小学 除水槽需要按照法律 每年至少清洁一次 并出示证明 由于这会导致水龙头停水大约两小时 所以小学通常选在暑假进行 在封闭的槽内 进行近两小时清洁工作 是颇为辛苦的 但由于薪水不错 加上与人好的老板一起工作很开心 一周就这样飞快过去了 今天的工地在这里 一看到就想到这学校相当老旧 我先去教职室打个招呼 你就先准备一下 从公司的面包车里 卸下桶子 拖板化学药品等 我正准备时 刚才去教职实员室的老板 呼唤我过来这里 我慌忙将工具堆放在手推车上 背起梯子 脚跑步过去 经过教职原室 看到有人引快速走下楼梯 抽水擦肠位于地下 我放下手推车 抱住梯子 手里拿着走电筒 走下楼梯 结果那里根本没有地下室 只是个死路 不过下楼梯转弯后 的前方本应有路 但被铁岸杆之类的障碍物挡住 无法进入 更重要的是 地板电话板障碍物的后面 全是黑的 如果不开手电筒 应该什么都看不到 障碍物的另一测试吗 要死开得了吗 注意到墙上光泽 发出暗淡光芒的信息板 这里是原子弹投下时 学生们上升 由于原子弹的威力 和烧焦这个地下避难所的路口 变成漆黑一片 为了传达原子弹的恐怖 和和平的重要性 而保存下来 感到心在狂跳 地下稍微凉船的感觉 变得无比恐怖 嘿不是那里 原本温和的老板 的叫喊声 像是怒吼 让我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 我急忙跑回去 见到老板 一脸苦涩地说 这个工地在屋顶 走吧 看到他的反应 我直觉地 明白老板 我知道为何我熟下去 但我已经无法开口说话 时候默默地进行工作 刚才的事件 一直在我脑海里反复思考 那所学校 因为靠近原报地 当时校园里 排列着试着 挖地的时候 会挖出很多骨头 有时候会像你这样的 供读生看到些什么 但我很胆小 所以尽量不去想 那么多人逝去 如果什么都没有 反而奇怪 回家的车上 我望着窗外 老板低声对我说 那时校是在地下的影子 仔细想来 不知道穿着如何 只是全黑 那些在那里 成为影子的孩子们 是不是还在拼命 试图逃跑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不再感到害怕 只是觉得非常悲伤 现在那所学校 也被重新建造 变成了现代化的样子 孩子们也活泼地上学 正门间有纪念碑 记载了这片土地的故事 每当工作路过 那种心被紧紧揪住的感觉 至今仍然有伤心头 最后第一 是位于东京都的立正高中 这所学校 现在还在同一个地方 但名字已经改了 建筑也变得漂亮 这意味着 学校本身还在 这是歪同学的故事 外同学从入学开始 就听到了各种传言 这所学校 经常发生奇怪的现象 以前配置了警卫 但警卫在夜晚中 看到了幽灵 因心脏病发作而往 不只学生 连教职员也知道 这些奇怪的现象 这所学校的一位理科老师 经常在课堂上目击 走在走廊上的女生的幽灵 上半身穿着制服 但没有下半身 夏天有学生在学校合宿 那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夜里 听到体育馆里有球跳动的声音 外同学是高三这个时候 听到了尖叫声 尖叫声不是小事 然后看到隔壁班的同学 尖叫跑出来 发生什么事 课堂被中断 询问情况 据说是厕所出现的幽灵 那个学生在课堂中想上厕所 急忙跑去厕所很着急 打开门后看到一位坐在里面的女鬼 被吓到了关上门 尖叫着跑回教室 之后几个人去确认 但什么都没有 老师说了一句 又来了 但学校本身的结构也很特殊 阳光几乎照不进半地下的建筑 厕所学校以前是医院 有这样的船员 那个半地下室是停尸间 或者是精神病患者的房间 现在学校名字已经改了 建筑也重建了 今天讲了这么多学校的故事 大家不要害怕上学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趣 请帮我点赞 感谢您的观看